我们发现,当前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频繁出现脱离季节性和脱离油价的上涨,同成品油获胜加剧,在需求回落的情形,下价格必将越来越低的传统思维形成明显反差。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今年二季度开始的成品油消费税新证,的实施对成品油经销商变票奖花公平,增值税发票变为成品油增值税发票,和需开增值税发票,像需要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的非法。 潮油少等主体又常开票,或造成形式犯罪的重拳出击,有望结构性地改变中国成品油过少的大环境。 逐步使得中国成品油供求结构,从严重过剩,的落后逃顺产能大幅进是合法和规产能,利润转向落后产能逐步退出,合法和规产能逐步进入供求平衡,甚至仅平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收获阶段。 这个阶段伴随国内民营优质量化一体化项目的逐步投产,我们坚定地认为,新建民营量化一体化项目,有望借助供给侧改革获取高额红利。 一,消费税就规律度小,国家税务纵局,2012年第47号文和2013年第50号文,由于石油在中国属于稀缺性资源,并且汽材油在燃烧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中国自1994年以来,就在生产环节及连厂对汽油和菜油按量征收消费税,以督促最终消费者汽车、卡车等节约用油。 至今中国成品油消费税已历经四次大幅上调,汽油消费税从0.2元每升约278元每吨增至1.52元每升约2110元每吨,柴油消费税从0.1元每升约118元每吨增至1.2元每升约1411元每吨。 由于成品油消费税时的链厂环节征收,若链厂按照成品油的实际生产量缴难消费税,则成品油出厂价是比较高,在面对下由成品油批发商集中端零售加油站,时没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考虑到成品油的产品属性较难判断四油非油,因此一直以来不放链厂,尤其是地方链厂,通过店名销售把成品油当初化工品来卖的方式避免缴难成品油消费税,从而获得更高的盈利。 但是,链厂这种偷税录税的行为,一方面没有尽到诚信缴税的义务,另一方面也破坏了成品油市场的正常阅行。 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12年第47号文和2013年第50号文,严格定义了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以对链厂的便宜销售行为进行针对性堵漏。 一、纳税人以原油或其他原料生产加工的最长的长压下成液态状的产品长的现油的产品,对外销售按以下规则定收销备税。 一、符合汽油、财油、石脑油、熊气油、航空煤油、润滑油和燃料油这七大油种标准的产品,按照相应的规定征收增值税。 二、规定一以外的符合国家标准或石油化工行业标准,且事先将省级以上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仅对送减量品负责。 出具的相关产品质量检验,证明报足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的产品,不征收消费税。 三、规定一和二以外的产品,是同时卯油征收消费税。 二、纳税人以原油或其他原料生产加工产品如以沥青产品,藏得下沥青的产品,对外销售按以下规则定收消费税。 一、符合历青产品的国家标准或石油化工行业标准,且事先将省级以上含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仅对送减量品负责。 出具的相关产品质量检验,证明报足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不征收消费税。 二、规定一以外的产品,是同然量由征收消费税。 消费税就规律度小,由于消费税完税信息传递不畅通,成品油和其他石油化工产品难以支分,对链化企业的生产行为,缺乏有效监挂和省级政府及其税务机关对消费税精神互严格不积极的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47号文,执行,多年但是堵弄效果不明显。 以得链位代表的链厂,仍然在便宁销售部缴纳消费税。 二、消费税新规重权出击,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1号文,未进一步解决链厂商交成品油消费税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18年第1号文,成品油消费税新正,自2018年3月1日起。 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需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的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 通过该模块可开具成品油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和电子普通发票,并且必须在发票左上角打印成品油字样。 目前对加油展开具的卷市增值税普通发票但无此要求,我们认为自2018年3月1日起执行的消费税新正,通过一,增值税抵扣形成分辨链条,二,利用编码系统在税务端构建库存数据,三,开票时,锁定可开发票的商品范围。 从而形成对成品油销售体系的有效管控,针对成品油经销商变票,将花工品增值税发票,变为成品油增值税发票。 可时开增值税发票向需要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的非法调油商等主体有场开票进行堵漏,进而产生两方面作用。 一方面,成品油和其他非油品,分别,在两个分开的开票模块里,并且成品油增值税开票系统实行,已进现出的库存管理。 其成品油批发零售商可开具的成品油增值税发票,额度不超过其成品油增值税开票,系统中的库容积出互存加新送贷票进货量。 也就是说如果成品油批发商接受了链场开具的化工品增值税发票,那么将无法向下游需要发票的客户开具相应数量的成品油增值税发票。 因此成品油批发零售商将不再能将化工票变为成品油票,图四上方红色途径被打击。 面对需要发票的下游客户,使成品油批发商,只能到B上游链场生产环节,按照规定开具成品油增值税发票,从图四上方红色途径,转移至图四中间黄色途径。 因此链场要比以前多开成品油增值税发票,从而比以前按月多申报缴纳成品油消费税。 之前逃税得的链的利润将大幅收窄,一些成本高的链场甚至可能出现亏损。 许多地方链场降低了开工负荷或者以检修的名义暂时停车,到B落后链化产能淘汰出局。 但是,若最终消费者不需要成品油增值税发票,则原油贸易商链场成品油批发商加油站最终消费者的链条上,所有主体都无需开票图四下方蓝色途径。 我们认为该问题只能通过对加油站终端零售环节的严格稽查监管来解决。 比如在加油枪的安装税控机,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一号文消费税新增无法针对性解决此问题。 另一方面,下游批发零售流通环节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的供给售件,批发零售商提出库存加烈厂,新开出的成品油增值税发票。 汽油增值税发票价格从2017年的500元每吨左右暴涨,至现在的2000元每吨左右。 柴油增值税发票价格从2017年的300元每吨左右暴涨,至现在的1000元每吨左右。 非法调油商低价购买若干种化工原料在物理调合出成品油产品,再通过油票分离的方式,从成品油逼发商处或从链厂处购买成品油增值税发票,最后将油和票一起卖给下油料票客户的传统经营模式。 由于非法需购买票价大幅上涨,从而利入外大幅收窄,倒逼非法调油产能业淘汰出局。 下面我们根据2018年9月3日,山东的炼气购买油的主流包价测算成品油增值税发票本身的价格区间。 一、非法调油商通过油票分离,向炼厂或成品油批发商违法买票的方式,决定了成品油增值税发票价格的最高价。 一、以国五九十二号汽油为例,炼厂开具汽油增值税发票,需同时缴纳增值税和汽油消费税。 假设原油采购成本为三千五百元每斗,约为七十二美金桶,再假设一吨原油可生产一吨汽油,则炼厂开具汽油增值税发票,在抵扣采购原油进向增值税后需缴纳的增值税等于八千四百减三千五百除以1.16,0.16等于六百七十六元每斗。 炼厂取缴纳汽油消费税1.52元每升约两千一百一十元每斗,和解多交税额等于六百七十六加两千一百一十等于两千七百八十六元每斗。 因此汽油增值税发票的最高价约为两千七百八十六元每斗。 二、以国五零号柴油为例,炼厂开具柴油增值税发票,需同时缴纳增值税和柴油消费税。 假设原油采购成本为三千五百元每斗,约为七十二美金桶。 再假设一吨原油可生产一吨柴油,则炼厂开具柴油增值税发票,在抵扣采购原油进向增值税后需缴纳的增值税等于七千四百六十减三千五百除以1.16,0.16等于五百四十六元每斗。 炼厂还需缴纳柴油消费税1.2元每商约一千四百一十一元每斗,科技多交税额等于五百四十六加一千四百一十一,等于一千九百五十七元每斗。 因此财油增值税发票的最高价,约为一千九百五十七元每斗。 二,二另外,由于成品油增值税开票系统,实行已经献出的库存管理,部分成品油批发商在2018年3月内设定库存处使之时需增了七处库存无成品油进向发票抵扣。 从而可以需开成品油增值税发票,需开增值税发票或造成刑事犯罪,风险较大,但成品油批发商属于流通环节,无需缴纳成品油消费税。 因此非法调油商通过需开发票,请成品油批发商买票的方式决定了成品油增值税发票价格的最低价。 一,以国五九十二号汽油为例,假设成品油批发商贸易利润为200元每斗,成品油批发商向非法调油商需开86008400加200元每斗的汽油增值税发票,则需缴纳的增值税等于8600除以1.16乘以0,要略等于1186元每斗,因此汽油增值税发票的最低价,约1186元每斗。 二,以国五五十二号汽油为例,假设成品油批发商贸易利润为200元每斗,成品油批发商向非法调油商需开76674460加200元每斗的汽油增值税发票,则需缴纳的增值税等于76610除以1.16乘以0,要略等于1056元每斗,因此汽油增值税发票的最低价,约1056元每斗。 因此,在当前成品油批发商需求固存,尚有需增余量的情况下,汽油增值税发票的价格区间约1186到2786元每斗。 二,柴油增值税发票的价格区间约为1066到1957元每斗,考虑到需开增值税有较大风险。 当前实际汽油和柴油实际市场票价约2000元每斗和1000元每斗左右。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成品油批发商需求固存需分余量逐渐减小,成品油增值税发票的市场价格将逐渐趋于最高价,非法调油商的利润将进一步收改,甚至可能出现亏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一号文对成品油流通环节开具增值税开票的严格执行和监管的趋势下,不合规的成品油产能落后链厂家非法调油商逐渐淘汰,并被合规的成品油产能,住营链厂家优质地方链厂家与恒利大联合这将实话未代表的是三五新建的民营链厂所替代。 最终不合规成品油市场会逐渐消失,多种类型的链厂和成品油批发零售商会,就统一的合规成品油市场环境和价格体系下竞争与生存。 民营优质链化产能将替代落后的链桃税产能。 一、落后的链桃税产能和民营优质链化产能的测算。 目前中国链化产业总产能约为期一对,典型的央企三桶油,其他国际和民营的链三足鼎立的格局。 其中山东约占纯国民营的链产能的70%以上。 自2018年3月1日,起执行的消费税新正执行起来,山东的链整体开工率出现,脱离季节性的下滑。 并于2018年7到8月初及近3年以来的最低点50%左右。 与此同时,山东的链九十二号汽油,凭证出厂价出现,脱离了季节性的上升。 并于2018年7到8月初及近3年以来的最高点8300元每吨左右。 这同成品油过剩加剧,在需求回落的情形,下价格必将越来越低的传统思维形成明显反差。 我们认为,山东的链开工率的脱离季节性降低和汽油价格,但在原油价格处于正当格局下持续,走高体现了国家税务总局。 第一号啊,通过对成品油逼发商便票和需开发票的赌路仪,经实质性地促使了一些加工经营成本较低, 但沙东优质的链逐渐转向看成品油增值,发票的正规销售途径。 成品油的出厂价也逐渐抬升,与沙东省内主营链厂的价差点在缩小。 成品油价格体系正在趋同,而另一些加工经营成本较高的沙东落后的链则被逼无奈,选择了停工检修。 这部分落后产能最终也将退出市场。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细分沙东省内的链油产能。 山东是中国的化工大省,其中国有竹银和地方链厂共计82个,总产能约2亿多,其中以中式化济南和青岛,中海油青岛,中化红润等中化集团下属链厂。 中化正合的中国化工下属链厂为代表的国有竹银链厂共有14个,产能和纪约有1500万吨每年,平均产能约为450万吨每年。 以东银石化、金佛石化、汇丰石化和齐城石化,为代表的地方链厂共有68个,产能和纪约1.5亿吨每年,平均产能约为250万吨每年。 若将山东省内共82个链厂按照产能大于200万吨每年或200万吨每年来分类,则产能大于200万吨每年链厂共有47个,产能和纪约2亿吨。 平均产能约为415万吨每年,而产能200万吨每年链厂共有35个,产能和纪约2300万吨,平均产能约为65万吨每年。 我们认为,在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1号文队成品由流通环节开具增值税开票的严格执行和监管的趋势下。 山东省内产能200万吨每年的地方链厂,由于链望规模小,运营成本高,销售渠道不合规,环绕投资能力不足等原因将最先被淘汰。 符合此条件的链厂共有31个,和纪产能约为2000万吨每年,平均产能约为62万吨每年。 再考虑到链厂的成品油收率特征,山东省链厂平均汽油和财油收率分别约为30%和50%。 那么若山东省淘汰上述2000万吨每年的产能,则将退出汽油和财油产能约为600万吨每年和1000万吨每年,和纪约1600万吨每年成品油产能。 浙江石化2000万吨每年练化一体化一期项目的汽油和财油收率分别为19%和9%。 相应的汽油和财油产能分别约有380万吨每年和170万吨每年。 而恒利大连2000万吨每年练化一体化项目的汽油和财油收率分别为23%和8%。 相应的汽油和财油产能分别约有460万吨每年和160万吨每年。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浙江石化和恒利大连日两大新增油质民营练化产能将有4000万吨每年。 对应新增汽油和财油产能分别约为840万吨每年和330万吨每年。 和集约1170万吨每年汽油和财油产能,明营优质量化产能,将替代落后的链桃水产能。 二,加油站的高利润正在向链场环节转移。 目前,中国约有10万座加油站,其财油消费量约为3亿吨每年。 其中两桶油及其他连锁加油站如中化,中海油及其他外资旅国内企业合资的加油站,数量约占约57%,其销量占约79%, 而明营加油站虽然数量占到43%,但其销量却仅占21%,这体现了两桶油及其连锁加油站的单站。 加油量和引力水平远高于明营加油站,两桶油在成品油、零售中端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加油站盈利环节利润丰厚。 中国方改委规定器,财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与国际油价挂钩,考虑国内平均加工成本、水晶、合理流通缓解费用和适当利润确定。 并且其,财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具有质厚性。 我们发现,在当期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而频繁出现脱离季节性和脱离油价的上涨的情况下, 链厂成品油出厂价的增幅远高于加油站成品油零售价格的增幅,两者价差在逐渐缩小,加油站的高利润正在向链厂缓解转移。 这主要是由于链厂的合法成品油的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优化,以往能够和合法成品油形成恶性竞争的逃税落后成品油产能开始结构性退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